严承旭写新书亮相北京 昔日偶像男孩蜕变成熟男人 这几年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我自己觉得 自己在学习的沉淀 已经五年没有来过北京的严承旭 日前带着自己的最新写件书 九三一四男人与男孩 出现到了该书在北京举行的 记者见面会下 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夕 见面会一开始 严承旭便收到了端午节的礼物 粽子 过北北京五年之久的严承旭 也早已从当初 面对媒体的声色内向 推变成今天的从容不迫 比如在写真书海报 节目的环节当中 为了配合媒体拍照 他设计的动作 居然是顽皮地跑到 自己的照片背后 再比如对于媒体的要求 他也是尽量有求必应 看来严承旭的确已经挥别了当年偶像男孩的青色 变得从容和沉稳了 他也通过影像展现着自己从男孩 推变成男人的过程 拍摄的一组造型当中 他还为此特意续写了胡子 好看吗你觉得 不错 很不错谢谢 因为长大了 对就是觉得 已经不是像以前偶像的那时候 所以觉得现在 可能也想要有一个不同的形象跟感觉吧 这几年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我自己觉得 自己在学习的沉淀